安慰女生啊 一定要安慰到典当区 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那么如何正确安慰呢 看这个操作啊 你看他先说 怎么记得最近工作这么多呀 感觉好累呀 记住 千万不要给他讲大道理 是你 你也不愿意听 那我们呢 反着来 我说 这是干嘛 反常恢复 引发他的一个好奇心呀 他说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 这是干嘛 在他毫无防便的时候 来上这么一句 轻松的就拉上了这个氛围了 你看回 嗯 这样差不多啊 我还心想你搁这儿 心灾乐祸呢 你看 这气氛不就上来了吗 对吧 我说 提供自身的一个价值 引起他的一个注意力 你看他说啊 哈哈 一个笑表情 可能 我就发发牢骚 不接招是吧 那我就来一波 暗示的小测试啊 看我怎么说 哎呀 又借着了 他说 哈哈 也是哦 忙活这段时间就好了 趁他对你放下防备的时候 来 及时的去鼓励他 肯定他 提升 他对你的一个好感度 我说啊 虽然我不踩走你的具体工作啊 但是我感觉啊 你这个对不对 没错啊 你看 首先 咱们很有分伤感 对吧 绅士的一个风度 因为呢 直接问对方的工作 其实是 很直男 很越界的一个行为 其次啊 我们及时 给予他一个 温馨的认可 说白了 女生心里呢 也知道 你是有点哄他 对吧 但是呢 他一样很开心 因为女生呢 就是需要一个 随时都可以依靠的人 你看他就回了 嗯 要不找你聊天呢 真会安慰人 兄弟们 你看 这个机会这不就来了吗 趁机咱们暗示一番 对吧 邀约见面 温馨提示啊 引发好奇 埋下钩子 你看他肯定回啊 他说 哈哈 已经想象到 我笑的 和不拢嘴的画面了 那这第二呢 那这第二就是 就是什么 对线勾扫 直入邀约 为后面的见面 做好铺垫 他说 哈哈 这样会安慰人的 好男人不多了啊 这不就达到效果了吗 对方主动夸赞 好感度倍增 有戏 那这次呢 咱们就必须给他拿下 再发一个 谈恋爱的小小情报 测试一波 他说 哈哈 这么随意的吗 还是对我有防备啊 咱们不着急 我还有终极大招 轻松破解 未必是随意的 你听过一句话呀 哈哈 啥意思呀 浪漫的情话 撩人心破 让他自己去松 对吧 绝对招架不住 我说 再去搜一下吧 我靠 有点小心动了 能不心动吗 德国的大招 可是相当的精准 气氛已经相当 哇塞了 及时要约拿下 能不能行动吗 他说 哈哈 可以 体验一下面对面的快乐加倍 这不就轻松搞定了吗 兄弟们 下个